打仗就是烧钱,看看二战中常用枪的成本是多少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大部分交战国不断增加枪支的生产,今天我们就看看二战时期常见枪支的当年价格。 图维德国毛色98T的成本价格为28美元,从1935年到1945年,它生产了大约1400万把。 美国M1卡宾枪的成本价格为45美元,它是一款二线军人使用的武器,用来取代手枪,生产了大约650万把。 美国汤姆三冲锋枪1939年的成本价格为209美元,1942年为70美元,1945年为45美元。 美国M3冲锋枪1942年的成本价格为22美元,1945年为15美元,生产了大约70万把。 美国M1911手枪的成本价格为15美元,它打破了左轮手枪的垄断场面,是一种革命性的手枪。 1985年的数据显示,它生产了约270万把。 美国M1918式波朗宁自动步枪的成本价格为319美元,生产了大约35万把。 英国布伦式轻机枪的成本价格为180美元,它是杰克斯洛伐克机枪ZB-26的一种修改。 美国M1919A4重机枪的成本价格为579美元,美国加兰德步枪1942年的成本价格为83美元,1945年为31美元,生产了大约540万把。 德国P08手枪的成本价格为13美元,生产了大约130万把各种版本,M2重机枪的成本价格是1560美元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生产了约40万艇。 德国MG-42机枪的成本价格为100美元,它是一种廉价和可靠的高火力机枪,战争期间生产了约40万艇。 德国MP40重风枪的成本价格是24美元,从1938年到1944年,德军购买了约110万把MP40的各种版本。 英国MKII-10冲锋枪的成本价格为11美元,从1941年9月到1953年,生产了380万把。 德国Stermfuir 44自动步枪的成本价格为26美元,从1943年到1945年,生产了近45万把。 德国NASKIN AND TRUIR 34通用机枪的成本价格为131美元。